朋友们,我们想在贵州定居啦 视频开头,我们要对所有的贵州朋友说声谢谢 来贵州三年,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的惊喜和快乐 这里美丽的风景,环筷的节日,好吃的美食都在治愈着我们 这三年以来也不停的有朋友建议我们在贵州定居 其实我们心里何尝是不想呢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真的太不容易了 今年我们将要更加努力前进,实现这个目标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呢还是在百里杜鹃,在地界的百里杜鹃 这是我们第三年来贵州 今年来贵州又待了五个月了 我们第一次来贵州是在2022年,那个时候是待了四个多月 第二次是去年,待了半年 今年我们是三月底来的贵州,现在已经八月底,已经待了五个月了 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待的要久 所以我们也决定可能未来就想在贵州找个安身之所 然后我们就在贵州定居了 很多人说我们是为了赚钱才来贵州 这句话其实我们没必要反驳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出来做自媒体 就是想赚取这个流量的收益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来贵州主要还是当时河大路不是有假抗嘛 然后我们广西七八月份特别热 我们就过来了,就感觉这里是个新世界 然后我们这个账号确实也是因为来到贵州才做起来 以前我们随便拍随便拍都没什么人看 然后来到贵州以后很多的贵州朋友都会支持我们给我们点赞 所以说我们这里也要说声感谢大家 真的特别感谢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想在贵州赚钱买套房子 但是这句话我们不敢说因为也怕做不到 然后现在这个流量收益大家也知道啊非常低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就说能不能移租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贵州找一个移居的地方 物价稍微低一点的租一套好的房子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定居 与其说住在小区里面商品房里面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环境 所以呢这个视频今天拍这个视频也是有目的的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农村啊 或者说一些成交也行 有一些小房子老房子没人住了 愿意出租的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就想去租下来这个房子 最好是呃呃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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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感觉安顺也很漂亮 但是在贵州 只要不是在海拔特别低的地方 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江南千条水 云贵万重山 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我们现在已经能体会到了 现在这个8月底 在很多地方都还在30多度40度的情况下 贵州其实像碧桀啊 还有安顺啊 六盘水啊 这些地方都非常移植 然后不会超过30度 我们就感觉非常非常好 其实这里真的是天堂 这几年的旅行啊 我们其实也去过很多地方 大家不要看我们拍的贵州是最多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广西 各个市各个县我们都去过了 然后我们又去了海南 然后海南回来之后 我们又去了哪里 云南啊 四川啊重庆啊 其实我们都去过了西藏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小地方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觉得 贵州比较适合我们 希望我们未来能在贵州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今天呢主要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当然找房子这件事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 我们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因为之前也因为找房子 到处跑了好几个线 跑了好几个市了 然后大家有合适的 就可以私信一下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